出席人数已经足定 现在开会 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议事记录 立法院第十届第八会期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十四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 时间一百一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月星期三九十至十一时四十四分 地点群前楼八零一会议事出席委员赖会员等十四人 列席委员陈娇华等二人 列席官员劳动部部长许明春等相关人员 主席吴钊级委员新颖讨论事项 审查委员刘世邦等十六人 委员谢一凤等十六人 委员温玉霞等二十一人 委员陈明文等十七人 委员高嘉瑜等十七人 委员张廖万坚等二十二人 委员郭国文等十八人 委员廖国栋等十七人 委员赖世保等二十一人 委员杨琼英等二十二人 委员李慧明等十七人 委员邱太元等十八人 台湾民众党党团 委员陈明文等二十一人 分别拟据 劳工退休金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十五案 本次会议由劳动部部长说明后 委员吴玉琴等十五人提出质询 军经劳动部部长 行政院主纪总处基金预算处专门委员 皇后及及各相关主管等及席答复 委员杨耀及庄敬成所提书面质询 列入记录刊登公报 决议 一说明及寻答完毕 二委员质询未及答复 或请补充资料者 请相关机关于二中内以书面答复 委员令要求其宪者从其锁定 三劳工退休金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十五案 令则其继续审查 宣读完毕 请问有委员会上次的议事录有否错误或遗漏之处 谢谢 议事录确定 本日会议议成为 请环境部长 外交部 经济部 卫福部 农业部 内政部 交通部 国科会 财政部 金管会 以及国合会 就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COP 28返国报告与后续因应情形 进行专案报告 并被质询 现在介绍现场的委员以及列席官员 首先委员吴疫情 苏巧惠 列席官员 列席官员有 环境部 薛部长 部长 外交部 李政务次长 经济部 曾政务次长 卫福部 周常务次长 农业部 王副司长 内政部 陈副所长 气象署 吕副所长 民航局 黄组长 交通部 赵专门委员 国科会 陈副所长 灾防中心 陈副所长 财政部 陈副所长 金管会 林副所长 国和会 市 副秘书长 接下来 请环境部 薛部长 报告 报告时间 十分钟 谢谢 谢谢 主席 各位委员 女士 先生 今天 大院 第十届 第八会期 社会福利 及 环境卫生 委员会 召开 全体委员会议 那本部 城邀 列席报告 深感荣幸 那今年 联合国 气候变化 纲要公约 第28次 第八方大会 也就是俗称的 COP28 在11月30号 到12月12号 在阿拉伯 联合大公国 杜拜 来举行 那目标呢 放在扩大气候 行动实施规模 以及行求共事 具体来落实 那我们国家呢 秉持着专业 务实 有贡献的原则 实地来参与 那掌握 气候公约 以及巴黎协定的 全球气候谈判的 最新动态 那同时来分享呢 我们台湾 在因应气候变迁 的努力 跟一些经验 那感谢 大院各委员 对本部 参加 COP28 大会的关心 跟支持 使本部的相关业务 得以顺利的推动 那为了使 大院各委员 了解今年 COP28的结论 跟议会的成果 以及我国在 气候政策的概况 那以下 仅会整 本部 本年度参加 COP28的一个成果 以及提升我国 后续因应 政策方向 那敬请各位指教 那我想 首先 借着这个机会 感谢外交部 以及各部会的协助 在这一段期间 不管是会议前 跟会议后的 一个 安排 那让我们 可以在 COP28 把台湾 我们对于 整个气候变迁 因应的 做法 跟全世界来分享 那刚刚有提到 这一次 COP28 在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杜拜来举行 那除了 COP28之外 事实上还有 京都 协定书 第18次的 DA方的大会 也就是所谓的 CMP的 A-Team 以及 巴黎协定 第5次 DA方大会 也就是 CM-5 CMA-5 以及 第59次 互属机构的 会议 SB-59 而同步进行 那有将近 超过 9万人 出席 这一次的会议 那可以说是 COP 举办 到目前为止 规模最大的 一次 那 这一次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他们所 提出的 四大 行动主轴呢 是包括 能源转型 以太除 化石燃料 那同时呢 解决气候 融资的 一个问题 来加速 粮食 系统转型 以及提升 包容性的 气候行动 那事实上 我们在事先 也对媒体 记者来表达 既然四大主题 当中有 特别强调 提升包容性 那把台湾排出在 DA方 实在是 这个非常讽刺的 一个做法 那 这个会议 本来是要在 12月12号就结束 但是大家对化石 燃料的减少跟 这个剔除 事实上有很大的意义 那最后妥协的结果 是用一个中性的字眼 就是 转型 脱离化石燃料 也就是英文变成 transition away from fossil fuel 那我想这个是 大家后来非常期待的一个 结果 那我接下来 把这一次的会议重点 颅猎成三个大象 来这边报告 那第一个就是 在会议的第一天 就获得 议会 参与者大家的共识 成立了损失 与损害的基金 也就是 Loss and Damage Fund 那 到目前为止 已经获得多国的承诺 来资助达到 7.26亿美元 那这基金呢 现在是暂时由 世界银行来代为执行 那部分的国家提议是 应该是 成立要新的组织 来处理这些基金 未来的一个 使用跟申请的这个程序 那目前在这一方面 还在继续的进行当中 那第二个重点是 刚刚提到 有关 如何 做能源的一个转型 那这里面 很清楚的 DA国 多数也都同意 要在2030年 要把再生能源 跟现在来比要 达到三倍 也就是说 未来 剩下的七年当中要增加 两倍的再生能源 那同时要提升 能源效率 一倍 那我想这个 这两点 跟我们在去年国发会所发布的 2050 静音排放路线图 事实上是不抹而合 那这个是很令人欣慰 我们可以说是超前部署 那另外在减碳科技 来持续扩增发展 那刚刚也提到的 化石燃料 原本是从 Face Down跟Face Out 变成 Transition away from fossil fuel 所以 事实上是有比较中性的字眼 那但是在其成方面 并没有很明确的来说明 到底要怎么去 Transition away from fossil fuel 那另外就是 对于这个CCUS的燃煤电厂 应该要排除 换句话说 未来在探捕桌 封存跟利用 要来持续的强化 那也呼吁各国 要这个取消 对于低效的这个化石燃料的一个 这个补助 那同时强化 零排放的印记的 加强部署 那第三个 谈到的是 有关很多国家 在会议当中 也提出了一些倡议 那这些倡议 涵盖的面向 也非常的多 但是 并没有 获得多数国的一个认同 这里面 当然也包括 气候跟健康的宣言 那以及 再生低碳氢能 以及其衍生物 的宣言 以及全球冷却行动的承诺 那这块事实上也在我们 2050的近年排放入境图里面 我们要持续来强化 我们对于这个冷媒的使用 等等 那接下来我针对 我们这次参与的一个情况 在这边跟各位委员报告 那这次的参与的部会 刚刚事实上 在主席里面有提到 在做各个部会 在做各个部会 事实上都积极的参与 那除了各部会之外 事实上我们的 NGO 以及我们的产业界 学术界跟研究 单位 也都积极的参与 规模应该也是 国内历年来参加 COP 会议里面 最多的一次 那在这边也特别 感谢我们大院 四个党团也分别 有代表 包括在座的洪森汉委员 也立临我们的会场来试导 提供很多 哦还有包括赵伟 抱歉 赵伟还有另外是 这个吴怡丁委员跟 陈娇华委员也都立临来指导 提供我们很多的这个帮忙 那在这边也特别谢谢赵伟 这个抵达会场 那另外就是有关 友邦的职员跟 双边的会谈方面 今年除了友邦 力挺我们之外 很多没有邦交 国的这些代表 跟国会议员 也分别 以书面 以及跟我们进行 双边的一个会谈 来交换 对于近年转型的一些心得 那总计呢 今年我们进行的双边会谈 达到46场 所以是相当相当的 这个 具有收获 那这边也特别 感谢行政院 发言人 还有我们外交部 的长官 我就不把名字讲出来 事实上我们这次也可以说是部位首长 参与的层级 人数最多 人员也最多的一次 那另外我在这边也特别 针对这一次 为了COP28 我们也在当地有做了包括宣传车 以及看板的一个广告 在捷印站等等 那获得相当正面的一个回应 那也特别感谢外交部在事先 也在各大媒体 来进行投书 包括环境部的 投书等等 那后续来讲 我想这一次COP的 结论很清楚 那我们感到很欣慰的就是 台湾虽然不是DA方的一份子 可是我们推动2050的近零排放 我们气候变迁 因应法的这个立法 等等的措施都让DA方 以及参与者对台湾推动近零的决心 感到非常的佩服 那我在这边也再一次 呼吁我们在近零排放的这个路径上 我们持续的往前 那我相信世界都看到台湾 那我们也会尽全力来推动 我们的近零排放路径图 那以上报告公请指正 那也敬祝主席 以及各位委员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谢谢薛部长 有关本次会议各项书面资料 列入记录 刊登公报 不好意思 部长刚刚隔壁间要在审预算 可能10点的时候 他们说10点左右会请您过去 所以就要请您的 部长 次长 请次长代理 就这样子可以 好 谢谢 好 现在开始寻答 做以下宣告 本会委员寻答时间 6加2分钟 列席委员4加1分钟 10点半 截止发言登记 委员如有书面质询 请于散会前提出 预期不受理 今天没有休息时间 原则上11点半处理 临时提案 10点半 截止 收案 现在请登记的第一位委员 洪森汉洪委员发言 请薛部长 然后李次长 还有曾次长 又喜行政单位官员们 谢谢 好 洪美啊 部长好 两位次长好 那我想其实这一次COP28 其实经历了两个礼拜的相关的会议 每年都是 这个国际上面 秋边前讨论最重要的盛事之一 那这两个礼拜里面 当然有很多重要的讨论跟波折 那一直到昨天 应该是到甚至到昨天的深夜 最后的这个共识 其实才 才做了这个产出 那我想大家其实都盯到最后一刻 那我想先问一个事情 其实在这个第一周的 这个谈判里面 在第一周的会议进行的时间里面 有 我觉得台湾的媒体 做了蛮多的报道 这是一个事情 就是这个好像有二十几个国家 那他们发出了这个所谓 二零五零会要三倍 核能的这个参与 就部长就您了解 这个事情是最后我们 这个大会的结论跟共识吗 没有 事实上没有得到共识 因为 其他有共识的都将近两百个国家 那刚刚洪委员提到才二十二个 而且那二十二个大部分都是 本身在这个核能发展 以及产业方面 事实上也算相当成熟的 他们使用很容易 对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 其实那几天的媒体出来后 我们有几位在党的总统候选 哇 这非常非常兴奋 甚至直接把它写成说 这是COP18的共识 我想这并不是一个事实 好 那下面我想 这个下一张 那 这个我想请问政治长 其实我想大家其实已经看到 甚至现在有人把它 定名为叫做 这个UAE共识 阿联酋共识 在阿联酋共识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谈判里面 最清楚跟最具体的一个条文 其实就是在于 我这边标红字 2030年以前 要将再生能源装置量提升三倍 以及每年平均的能源效率 提升两倍 这部分 这一段时间 因为这个想法的提出来 并不是在只是在最后 包括在一开始会议的时候 就提出来 我想这部分 今部有没有做一些相关的 幕僚座位跟讨论 好 那个 谢谢委员 其实除了具体承诺 跟能源有关 大概这两点是最重要的结论 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一些具体的做法 包括 让供应链更有任性等等很多 还有包括协助开发中国家 这些相关的工作 其实我们都有 把它整理起来 那我简单讲两个事情 第一个 有关于再生能源的部分 其实除了 第一个就是我们把现在成熟的 再生能源能够加速 也让它加量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要更多元化的来发展再生能源 这个是台湾现在政策正在推动的工作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把那个再生能源的装置 能够尽快地再提升 那除此之外 第二个有关于委员提到能效的部分 能效的部分后来大概简单来讲 就是希望全球的年均能源效率 改善目标能够从2% 提升到4% 那它的计算方法是用初级能源的供给 去出GDP 因为时间有限 那我简单讲 委员从2016年到2022年 台湾的初级能源的能源密集度 总共平年均改善了4.2% 其实是他提了4.4% 过去这几年 我们其实改善的量 是比他要求的4%再多一点 好次长 那我就更具体问下面一个问题 那很多媒体都关注 在这一次COVID-28的结论之后 像这个最重要的再生能源三倍 能效两倍 我们能不能够针对这个结论 来再做台湾国内政策的加码的承诺 也就是顺应 这个国际上面再生能源三倍 跟能效两倍 作为我们2030年 再生能源跟能效的目标 这部分我们有没有办法 顺应这个再做加码的承诺 跟委员报告 如果他基础年是用2022年来做 我们到2030年 平均来讲说 我们的光电目前规划的量 是会能够达到三倍 风电的量 也应该会有2022年的时候 装置容量的三倍 所以这个都可以 这个在装置容量的增加上 是可以达成 所以再生能源三倍是可以承诺的 是会达成目标 是会达成的 依照我们现在的规划 那除了这个以外 第二个部分 有关能源效率 就是初级能源供给的密集度 这一块 我们去年年均的改善是4.2% 今年预估起来 可能会有机会超过6个% 就是供给量 我们是使用量是下降了 GDP是成长了 所以我们改善的 改善率是还不错 所以我们也希望 2030年这个改善4%的目标 能够达成 好 所以我更简单说 现在我们台湾的政府 也再次承诺了 顺应的目前 这个COP28的 这个共识的结论 再生能源三倍跟能效两倍 相较于2022年这件事情 我们是可以承诺的 这没问题吧 对不对 对我跟委员报告 我刚才的说明里面 是要讲过去这几年 其实我们就顺着这个轨迹在做 你说我们就在这个轨迹上面 对 我们其实就是在这个方向上面 所以这个承诺是我们可以承诺的事情 我们希望能够这个轨迹 能够继续顺利的往上走 就是朝着这一个比例继续改善 好 那我觉得这部分很重要 这当然也代表是国内的政策 其实跟国际上面 是很清楚的接轨的 并没有所谓违逆国际的趋势跟方向 这是第一点 下面一个问题 那次长我要问 其实在这次会里 我们发现到有很多 包括欧洲的国家 因为物货战争的原因 他们其实都花了很多力气 在提升能源效率的部分 那当然台湾看起来 因为我们能源价格变动 没有人家高 所以我想问次长 下面一个问题 我自己是在想说 现在经济部 有没有对于各国 尤其是这样提升能源效率 这些新的做法 有密切的高度的掌握 这个部分委员的建议就是 我们来做前瞻的技术的追踪平台 其实我们平常都在追 但是没有把它集合起来 成为一个平台提供给大家参考 我来要求能源署 我们一起来做相关的 市长这个问题其实是我想要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但我现在想要请薛部长 好下面 部长我要问你 你觉得我们达成2050近年排放的目标 有办法只靠自己吗 还是要合作吧 你觉得可以吗 只靠自己 需要国内跨部会跟产业 当然也 我说不是环境部 我说台湾自己 台湾自己 可以只靠自己达成吗 应该要跟大家合作 需要跟大家合作对不对 不长我这次其实去很明显知道 我们的净零排放的这件事情 几乎不可能只靠台湾自己 我们其实靠大量的国际合作 下一张 所以不长你觉得我们现在台湾 我们正在进行包括气候跟净零相关的国际合作 足够我们达成 刚才说2050的排放 这个净零排放的这样子的工作吗 我们现在的国际合作够了吗 我们还要继续扩大国际的合作 需要扩大吗 是 部长说了 那再往下 我想到后面 因为我时间上面有一些有限 到最后一张 好前一张 部长我自己有个具体的建议 我认为就台湾我们就气候 或者是净零来说 我们的国际合作应该更有战略性 我提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友邦国家 他们是太平洋的岛国 其实都是每次在气候谈判里面 非常重要也非常受阻入的 所谓小岛国家的联盟 可是我们对于这些 我自己也观察 我们恐怕是可以跟他们建立一个 更清楚的 甚至更具战略意义的 这个合作的关系 甚至我们也可以帮他们发声 他们每次在这个气候谈判里面 都是大家最注目的一个声音 那也是我们最好合作的对象 但我说实话 我觉得我们现在对他们国内状况的了解 跟掌握 我自己这次去完以后 我觉得还不够高 给侯文报告 我觉得我们需要跟这系统性的战略合作 这是我想提的第一点的建议 第二点就是刚刚跟次长在讲到的问题 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 就完成进行转型 我们需要很多来自国际的新的技术 前瞻的技术 现在到底发展到最前缘 是哪几个国家 哪几个企业 哪几个公司 哪几个社群 里面已经有最新的demo 我们需要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这个 国际合作的概念之下 有一个最新的这个前瞻技术的 一个追踪的平台 这部分可能是经济部 其实应该可以扮演很多的角色 可能不只是能效 包括再生能源 包括轻能 所有只要跟新的技术 我们都不排斥 我们都必须密切追踪 甚至我都觉得 对于一些新的核能技术 我们也该追踪 这我都同意 再来一个事情是 我们的发展的机制 包括这些一些规范性的机制 尤其像 我知道像我们很多的产业 都在讨论CBAM 都在讨论欧盟的碳边境调整 可是这只是 大家现在只关注这个阶段 那请问下个阶段呢 下个阶段其实也在讨论中啊 可是我想 就环境部来说 你们对欧盟可能下一个阶段的CBAM 目前掌握度到什么程度 事实上不只欧盟 包括我们跟美国 跟新加坡 日本等国家也有 都有在接触 那另外我针对 刚刚洪文特别讲到的 中间这个部分 事实上 李次长或许也可以讲 今年7月外交部就已经跟 四个太平洋友邦 不然我这边就直接 对不起 因为时间有限 我自己觉得 我们其实应该在不成 或国发会的部分 直接应该来带领一个 国际合作的专案 这国际合作专案应该包括了前瞻技术 包括小岛国家的合作 也包括一些新的治理机制的 未来前瞻的进一步的发展 我觉得这些事情可能拼凑起来 我们对于台湾在做净零跟气候变迁的问题上面 跟国际上面的连结 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这个事情 最后我要提醒一点 我们都知道我们在 UN里面的参与 是相对比较困难的 我们对联合国参与比较困难 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发展 更多在UN以外的国际合作的参与的平台 这部分我觉得是环境部 现在还相对比较欠缺的部分 我这边其实有列了一些 其实是在联合国以外的参与机制 我希望可以请部长再带回去 我们来讨论哪些部分 其实我们应该积极的再去参与 而不只是说 因为我们不是UN的缔约国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谈判会相对受限的问题 其实在其他地方 我们可以很好的发挥 以上这种建议 部长可不可以把这些建议 带到行政院或带到国发会里面 跟这个贡主委 再跟陈院长来讨论 这事情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部长可以吗 可以给洪文报告 昨天下午就已经跟陈院长报告过了 事实上刚刚洪文讲的这个部分 都有cover在那里 部长我们希望 你们的讨论有一个好的结果 那看可不可以在一个月后 给我们相关的规划的讯息 可以吗一个月后 可以 好谢谢 谢谢 谢谢洪文 谢谢洪文 下位请苏桥会苏委员 好谢主席 我们请薛部长 有请部长 苏桥会苏委员 好 部长好 那部长 部长跟几位委员 有实地到这个COP28的现场去看过 确实带回了很多第一手的资料 所以刚刚洪委员讲的 我其实很想说 洪委员讲的我们都赞成 我们直接签联署 请部长直接照做 不过 不过 这个 有一些细节的部分 确实 部长还可以请你再多做说明一点 比如说刚刚说这个决议的部分 洪委员刚刚提到了 因为 同样的这样的一个会议开下来 在时间的不同当中 也有各种不同的团体 不同的国家 集结成不同意见的发送 但 我们必须说 COP28的结论 应该只有一个吧 应该只有一个 这样问好了 来部长 这次的会议到底有没有结论 有没有 有事实上他们有 有结论嘛 这个结论在什么时候发出 昨天下午 最后一个 不用来部长 这个问题很简单啦 有没有结论嘛 有嘛 有 什么时候发出的 这个结论 昨天下午 昨天嘛 所以昨天以前的都不叫大会结论 对吧 不是 那个都是倡议而已 都是倡议而已嘛 所以大会结论是在昨天才发出的嘛 而且就是我们现在列出来 这个也是你刚刚报告的 现在我的投影片这个 这个才是昨天 这一次本届今年COP28的结论 可以这样说嘛 好那部长 部长我想请问一下 请你用一点 简短的回答 你刚刚在回答 红委员的时候 我们有提到的是 国内哦 有人哦 据说 他直接在12月5号的时候 就已经把这个 某一次的倡议 变成了28会议的结论 然后大肆宣扬 这中间其实就要 在讲的就是对核能的态度 所以我们回到前一页好不好 回到前一页 部长我想请你在这背询台上面 你再次的说明 在COP28里面 对于核能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他的比重 谈论到的状况是如何 请你简单说明一下 是的 我在事实上 在看到国内这个报导之后 我马上接受媒体的联访 我表达的非常清楚 现阶段核能对台湾而言是假议题 部长我想先请问你的是 COP28他的结论当中提到核能有多少 并且他把核能列为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他是希望 倡议里面是希望2050年 那是倡议 我现在问的是结论 结论没有 结论有啦 结论还是有啦 在结论当中 他是在 加快零排放和低排放技术发展的正向当中 把核能确实有放进去 我们就是论事嘛 他把核能有放进去 在这个 加快零排放 及低排放技术的发展当中 有列了进去 但这表示他就是把核能列为绿电吗 其实也不尽然嘛 也不尽然 但他确实表示 这是一个可能降低碳排的技术之一 对不对 所以我们必须说 其实在整个COP28的这个结论当中 大会结论当中 有提到核能 没有错 但他是把它列为 应该要继续发展的新技术之一 但不是前面所说的 在22个国家里面提出的倡议当中 说哎呀 我们全世界就是应该要用 三倍速的方向来发展核能 完全没有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这件事情嘛 结论跟倡议是不一样的状况之下 在结论 我们甚至是也没有倡议的这样的内容 这个应该是可以部长在这里 以一个参与过的 以一个部长的身份 在这里向全国公开再次声明吧 是 没有所谓 在2050年要把核能 三倍的 这个倡议 这个结论完全没有 但是核能对某些国家 它可以变成 再生能源 甚至它 配合它自己国家的 配合它的条件嘛 对不对 每个国家情况都不一样 那么现在这样就回来是 当COP28 有这样的结论之后 又必须要适应的是 每一个国家不同的条件 就是你现在这样说的嘛 好所以部长 你在之前的言论当中 你有说到对台湾来讲 核能的发展 是一个假议题 你可不可以在这里再一次表示 核能的发展是假议题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其实你也有前提啊 是 你也有前提啊 你的报纸我都还帮你点 必须在三个前提之下 获得确保之后 台湾 去发展核电 我相信那时候 大家是可以接受的 那我们并不是说 没有把它列入 我们的未来发展方向 就不会去 就忽略掉核能 事实上我们很多 学术研究单位 持续针对核能的研发 所以是哪三个条件 所以是哪三个条件 第一个确保核能的安全 第二个核汇要获得 妥善的处理 第三个有全民共识 我想这三个应该 大家是可以接受的 那在这三个当中 其实最难的 其实就是你这次说的嘛 就核废未解决 所以谈核电是假议题嘛 为什么会这样讲的原因是 因为现在在发展核电的国家 当中我们必须说 其实他们都是属于 有能力或者有现况 可以处理核废料的部分 的国家嘛 那在这些国家当中 其实很大一个条件 大部分的就是地广人稀 它有一个空间 可以去处理核废 那偏偏台湾的状况 就是地狭人稠 恰恰相反 所以从过去到现在来讲 甚至不管是哪一个政党执政 没有一个中央政府 现在还没有办法 处理最终处置场的问题啊 所以在没有办法处理核废之前 其实你核电技术再怎么发展 除非你有办法发展到 我们做核电都完全没有核废料 或让这个核废料是 所有人都认为它是安全的 科学检测它也是安全的 我现在说的是核废料 还不是核能发电而已哦 在这样的状况下才有空间 台湾才有可能进行到共识的这个部分嘛 对不对 所以部长我们今天在这里要把几个层次分清楚 一个是世界对于核电的态度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台湾到底有没有条件来使用核电 而是台湾使用核电的前提是 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处理核废料嘛 所以这几个层次其实部长 你应该像念经一样 不停的不停的对全国来做一个宣打 也就是全国人民要认知到的是 我们在讨论使用核电之前的前提是 到底我们台湾有没有能耐 有没有县市愿意接受处理核废料成为 在你身边的最终处置场 就是这样子而已嘛 其他的技术都是另外的问题啊 好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哦 部长我再一次的说啦 其实资讯的传达真的是非常重要 所以这一题如此 那另外一个题目 我觉得可能会变成新的状况是 你刚刚在在的说 气候损失与损害基金 是这一次COP28的结论 重要结论之一 那台湾也表示我们愿意参与 甚至是先行参与这个基金的这个建制 那以至于我们未来可以参与更多的组织面向 那我想请你简短的回答 请问我们是要用什么样的名义捐助 捐助多少何时捐运算来源 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这个部队你始终还没有做过解释 请你先来解释 我先讲一个案例 就是刚刚我跟宏委员有提到 我们今年7月份 外交部吴部长跟我们太平壤 四个有班国家 就要包括伯留 scholarships 还有马萨尔 就是另外一个国家 成立一个Just Translation Fund 那我们台湾已经提供10 million 就是一千万美元 去做那个基金 所以同样我对媒体也讲过 假如我们能够实际参与 USDA国的大会 那台灣願意履行會員的一個責任 我們來捐 那當然這個經費要捐多少 就必須要我們行政院 或者甚至是更高的成績 我想大家都會更想要知道說 我們這個的預算 是從哪一個部門 哪一個項目來出來 那另外這個預算 能夠達到的效果是什麼 比如說你剛剛說 我們已經跟這四個國家 有過這樣子的一個基金 變成一個團體 那麼請問一下 這一次在大會當中 他們對我們的態度如何 我非常正面 他們在聯合國大會 就大會裡面事實上 為我們發聲 覺得不應該遺漏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 那我們為什麼當時選擇這四個國家 因為太平洋島國 這個事實上是比較嚴重 我這一次跟很多 包括加勒比海我們的友邦 他們都昏昏跟我表達說 希望他們能夠加入這個基金 所以是讓環境很正面 我昨天跟院長跟 所以這是一個正向的發展 因為我們選擇這幾個國家 是他們跟我們一樣 都屬於海島型國家 大家都是會面對氣候變遷 首當其衝的國家 而在這一些條件的國家當中 台灣是屬於比較有能力的國家 所以我們率先出來 這等於是台灣 can help 的 再一次的證明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果然因此收穫了善意的循環 所以他們願意幫我們在大會發聲 那我們當然期待這個可以繼續下去 我想部長 因為他確實是動用了國家的預算 所以其他的委員一定會繼續的追問你 成效如何 我期待的是你能夠像剛剛使用核能的這一題 你黏金也好 你就是一樣的東西 一直說 一定要說到大家都能夠懂 大家都能夠耳熟能詳 大家都知道 國家政策的方向是如此這般 那你才有可能得到追隨者 所以在這裡的話 我是希望部長能夠把這個部分 再講更清楚一點 繼續傳達 謝謝部長 好 謝謝蘇委員 好 謝謝 謝謝蘇委員有請 吳怡勤委員 有請行政單位 來 曾次長我先請教你 因為有一關經濟部的議題 這是COP第28次的第一大會 裡面針對有關轉型脫離化石燃料的一個共識裡面 有幾項要來跟經濟部討論一下 因為接下來這樣的一個目標 那檢視我們國內的情形 到底達標或是這個難度有沒有很高 剛剛其實洪森漢委也有稍微提到 比如說我們這個COP28的結論裡面 再生能源要成長三倍 增至三倍 那如果照我們現在的情形來講 台灣的這個再生能源 現在是大概占了整個總發電量的8.26 那如果在2030年 2022年的時候 那接下來我們如果要到2030年 要到成長三倍 我是大概估算了它的總電量的增加2% 然後這個再生能源大概要達到24.8左右 如果這樣估算應該是合理 那如果其實我們從我們2050年 靜零排放的規劃裡面其實再生能源要達到60到70 看起來應該 我們2030年這個因為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中間的目標值嘛 那從經濟部這樣的在估算的過程中 應該是循序漸進的成長嘛 我們2030年要達到24.8 這個目標可行嗎 跟委員報告就是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您這一頁簡報裡面提到203024.8 那個國發會的規劃是要 農園部門做到27 27到30 所以是會比這個量還更高 那第二個部分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這次COP28它在計算的時候是算那個裝置容量 裝置容量 我們的裝置容量到2030是 依照我們的規劃是絕對會超過三倍的 那個是我們現在規劃起來的量 以2022年大概14個GIGA來做基礎的話 我們到2030年會超過40個GIGA是目標值 是目標我們會超過40個GIGA 所以以這一個要求來講 再生能源裝置容量成長三倍 或是委員提的這一頁簡報 就是發電量要比2022年成長三倍 都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也覺得達成的機會非常非常的高 那就能源的配置上面這個再生能源 是我們現在的風力發電 路上風電、海上風電、地面光電、屋頂光電 有沒有地熱 地熱就是我們大概有三個重要的目標 第一個就是加速、speed up、scale up 這是既有的一些技術 另外一個是diversify 就是要讓它更多元化 除了風跟光以外 地熱是我們接下來第三個最重要的再生能源 當然也會配合水力 好 還有水力的部分 好 謝謝 那接下來也要請教您一下 就是煤電的減排的部分 還是我們經濟部的議題 那在這個 因為我們在這一次的Corp 28裡面 也談到說 應該要去發展這個所謂碳捕捉 複排放的這個CCUS的一個 應該是說它的技術 那這樣的一個技術裡面 請問如果我們真的要吸收了這個 大概2050年的一個 這個要吸收的是4020萬公噸的二氧化碳 然後我就我們辦公室在估算這個二氧化碳 又透過這樣的一個碳捕捉的技術 把它抓下來 好 那我要問的是 這個量應該很大吧 那未來怎麼儲存 這個是 中委員報告 就是說這一次跟化石燃料有關的 從Faceout一路改變成純性性而畏 其實化石燃料也有不同的類型 燃煤 燃油 天然氣 三個的排碳量 排碳密度是不一樣的 那其實這一次天然氣的角色 也有被特別突出 當然它必須配合CCS 它必須配合CCS 就是碳捕捉封存 或是碳捕捉再利用 那碳捕捉封存在利用 這裡面算到了這個4000萬噸 這是您的報告裡面提到的 這是國發會當時在算整個路徑的時候估算的 那這個CCS的部分 現在正在發展中 我想說有幾個事情包含我們跟國科會合作的相關項目 現在包含國內的地質學者 因為台灣的西岸 其實事實上是有一些適合的地層能夠來做碳的封存 但是捕捉的技術 現在要跟全世界一起合作 因為碳的封存 碳的捕捉跟托付 然後在封存這中間 怎麼樣子能夠提升它的效率 捕捉效率 這個是重要的 2050年我們的碳捕捉的技術 可能還會不斷去精進 其實這幾年 大家包括很多國際上很多大公司都在做這一塊 我再問的是說 這些固化的二氧化碳 你捕捉下來的 會變成碳酸鈣 那這些的儲存 你剛剛也提到說 西部有地方可以放 因為我在估算這個量的時候 其實它大概會 每四年就可以在大安申請公園這個面積上 堆了一座101 所以這個量也蠻大的 所以去話 或是你們有在思考這個問題嗎 跟委員報告 因為它那個地質上面的尺度 因為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其實應該找這個專門學者來 我只是聽他們的說明以後 轉述一下我怕有點不精準 但它那個整個 它現在估算出來的一個量 是遠高於 因為這個是0.4億噸 一年 他們算出來的 更高 對 對 是比這個還要高的 而且它是打到海水底下的淹水層 它有一些他們的做法 我覺得 那個很多技術細節 如果在這裡講 是 瞭解 因為我覺得 我是專家 我怕說不對 到2050年 其實很多的技術 還有很多課題要面對 我想我們政府都 聽剛剛政策長這樣講 是有在思考的 不是完全沒有去想這些事 好謝謝 常常在討論這些 好謝謝 我知道 因為這個技術還是有很多要來討論的 好謝謝 那我接下來要問有關 這一次在COVID-1928裡面 也提到 甲烷要清零 這個是要問融衛部跟環境部的部分 那我們知道甲烷的一個 排放在我們2023年的國家排放清澈的名字 有記載的 有所載 就是那個2021年 我們甲烷的排放大概是445萬噸左右 這個二氧化氧的當量 那這樣的一個情形 其實農業的部分在佔了 188萬噸 好 廢棄物大概佔了180的萬噸 那這一些 接下來我們要 如果到2030年要這個所謂的 靜零 這個甲烷靜零 請問那個 畜牧業 因為最主要那個甲烷大概是畜牧業 還有我們的廢棄物 這個農業部跟環境部有什麼想法 給文文報告有關廢棄物的部分 我們已經在推動就是 燕養發酵 然後產生早期的這個部分 已經有一些示範的藏意 所以2030年要清零有沒有問題 你們 因為他的目標也是2030年要清零 這個甲烷 來 跟委員報告 最主要我們那個 廢棄物主要來自掩埋廠 它掩埋有幾乎造成加外 還有污水廠 對 還有污水廠的污泥這個部分 那在掩埋廠的部分 目前我們的這個掩埋廠有48座 這是封閉之後設置太陽能 這大概是中和的部分 那早期發電在短期之內 如果能夠複集的我們會發電 如果比較沒有辦法複集的 我們是破壞做早期收集的這部分 所以目前以高峰相比的話 整個掩埋廠的甲烷排放量 已經降到10%左右了 就是降到以前的 只剩下10% 我們會依上書的講法 來做一個中和跟 有一個目標值我們就再去 來努力 那農業部這邊因為農畜牧 我們要養豬 養牛 這個好像很難 你們的目標 或是你們怎麼處理這個 是是 簡單跟委員報告 我們在畜牧產業的部分 除了就是說我們積極推動 有個情緒分尿的資源化處理 所有的那個家庭家序 那包括就是說 你們也是豔陽發酵嗎 能來發燈嗎 對 株資的部分的話是 而且我們已經超過250萬頭以上 有在做早期的一個再利用 是 所以也是朝這個目標來解決 有有有 好 謝謝 那最後我要問那個環境部了 來 環境部 是 給你一點時間 來回應這個氣候變間績效的CCPI 對我們台灣的評價 說我們倒數地區 或是我們 好 微視器 排放倒數地勢 再升能源比例 好像也太低 那能源耗用跟節能呢 也表現極差 我們有那麼差嗎 事實上這個CCPI它的方法學是完全錯誤 跟整個COP28 大家要追求的方向完全相反 以舉個例子而言 菲律賓跟印度 既然排名第六名跟第七名 他們在過去這一年 碳排量都增加了六七十Percent 而且還在增加燃煤花電廠 所以這個完全是違背我們一般的認知 更何況 我們人均 台灣只能每個人一年排2.7萬噸 在2030年 結果菲律賓 印度 它可以排到七噸到八噸 同樣是人為什麼他們會那麼高 為什麼這樣的計算 所以我們就是說這個CCPI 根本是不值得去討論 不用花時間去討論 我們國內也有學者 發表文章來 來緩駁這個CCPI 雖然部長這樣講 可是當國際的一個 應該是NGO 來個對我們這樣的評價 其實對我們來講還是 國際實際上還是有商答 聯合國另外有一個歐盟的 氣候研究中心 他的評比裡面 在210個國家我們是排45名 那個才是根據減碳量的表現 所以我們45名在210個裡面 我們是前段班的 那這個CCPI 他才選67個國家 去年63個國家 今年67個國家 那在我們後面還包括韓國加拿大 美國跟日本也都大概跟我們都一樣 都五六十名 所以我個人覺得就是說我們國內 因為我們應該對自己的國家有信心 對我們的排碳的努力 雖然我們還沒有達到完美的境界 但是我們一直朝這個方向努力 應該給大家肯定 當然我們在政策方面 事實上CCPI也對我們的 國家的政策肯定 我們在政策的部分排名24 那他是排碳量這一部分把我們排到很後面 因為他的方法根本就錯誤了 所以大概是這樣 所以有機會讓部長能夠說明 因為我看到這個 對我們評價這麼差 我們也有點嚇一跳 雖然我們這幾年真的是很努力 在法制方面跟政策方面 都已經朝這個2050的淨零排放了一個目標在努力 所以我們還是持續來努力 好 謝謝部長 謝謝次長 好 謝謝 謝謝有請林維舟林委員 謝謝趙薇 請薛部長 有請薛部長 這一次你有去參加這個COP會議嗎 是 有嗎 有 你是做什麼艙 經濟艙還是商務艙 商務艙 OK 你是要規定嗎 部長級的 按照 可以做商務艙 是 對不對 有沒有被升等 升成頭等艙 有沒有 應該有吧 你有 你有升等成頭等艙 沒有 因為這個都是幕僚安排 所以你是做頭等艙去的 誰幫你升等的 你知道嗎 我 整個形成這些 事務性的 說明一下 請你們的幕僚幫忙說明 誰幫 部長升等頭等艙的 跟委員報告 這個是按照行政院的規定 行政院規定只能做商務艙喔 部會首長是如果有提供這個頭等艙的話 是可以的 你們是買頭等艙還是買商務艙 我們是買頭等艙 買的時候就買頭等艙 是 這是符合規定嗎 是 哇 你要確定耶 還是 深等 被深等的 是 是按照就是 原來就是買頭等艙 按照規定來的 不過這個以後我們還是可以檢討啦 有必要一定要做頭等艙嗎 商務艙 因為我從來沒有做過頭等艙 我不知道頭等艙會是什麼 什麼樣的滋味啦 商務艙已經很好了 我做過商務艙 所以這個 將來預算上我們再來檢討 好 來我們談期的 你請回部長留著喔 這個 我們先看一下喔 你們的 是 這個網站喔 不是啦 FB的這個粉專 最近喔 你們貼了好幾篇 這一個禮拜貼好幾篇喔 跟本業無關的這個 內容啦 幫 行政院在大內宣 長照2.0溫暖照顧 環境部 你不是衛環 衛福部啊 還有然後什麼 打造溫暖而堅韌的台灣 喔 講疫情 特別條例 喔 照顧台灣 這跟你有什麼關係 跟環境部有什麼關係 給林委員報告 行政院 要你們貼的文 大內宣 這個跟大內宣 協助幫忙大內宣 沒有關係啦 我建議你們還是回歸自己的本業 對不對 這幾天 大家都在討論這個COP會議喔 到底在談哪一些內容 台灣還有哪一些可以做得更好的 對不對 要專注在本業 貼這個也沒人看 你們那個 評價兩顆星啊 嗯 你們那個 FB的 這個評價 兩顆星 加油啦 啊注重本業啦 是啊 這才是你的專業嘛 謝謝林委員 這個本業當然也注重啦 那個比例啊 你一個禮拜貼三篇 就貼了全部是大內宣 跟櫃部毫無關係的 貼文 啊這個行政院 行政院他的這個網站嘛 或是他的FB 粉絲專業 社團他去貼嘛 你們要注重本業 好 我們來問一下喔 就是說你去參加了這個COP 28 這個會議啊 當然大家在講說我們到底有沒有進步啊 從27到現在 27屆到28屆 有沒有進步 但是因為指標 的關係呢 有的NGO評論我們是退步 那我 那你們一直講說我們是進步進步的 好吧 這個就各有各的這個 指標齁 他採樣的指標 的不同啦 不過還是 因為這個是叫做 德國看守 的一個NGO 每一年 他是一個民間組織 我知道一個NGO 他 他CCPI 每年都會評啊 但是 大家也都會參考啦 齁 所以還是注意一下 齁 看大家用怎麼 我們的參考 一樣的評 你剛剛有做了一部分的解釋 不過 針對這幾項 我們把它拿出來看嘛 就是 針對 整體表現 整體表現 這個我們就不講 因為整體表現 到底用哪一些指標 加種起來的 然後我們看他的內容 台灣在溫室氣體排放 即能源使用中的成績 非常差 在再生能源和氣候政策方面 則是比較差的 差平啦 非常差的是 能源使用 這部分我覺得啊 是有值得我們檢討的 你知道我們現在的能源的發電的組合 火力發電占多少 火力發電裡面當然有 燃煤 燃煤跟天然氣 大概都各自將近40%左右嘛 所以占八成啦齁 是 可是 我們已經 在再生能源已經 從幾乎大概一兩% 到現在已經10%了 我想這個成長速率大概 在國際上排名應該是前段班啦 所以火力發電的降 降低比例啊 做的不好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先從 用天然氣來取代煤 天然氣還是會排上氣 能源都是以進口為主 所以各位應該也都知道嘛 我們不可能 天然氣不是代表乾淨的能源耶 它排 它要比煤 它會排哪一些 氣體 歐陽化碳 也是氣體會 但是它的排 它也是化石原料嘛 是 沒錯 但是它很量 大家都要減少化石原料的使用嘛 所以 這一次的COP 它為什麼 不敢直接講說 Face out Facial fuel 你看 它也是自己 最後 必須 因為有人反對 阿拉伯國家反對 為什麼會反對 難道你要幫他講話嗎 不過林委員 阿因為我們沒有生產石油 要Face out 這是趨勢嘛 Facial fuel Face out 這是趨勢嘛 阿你要幫他們講話說 這個沒有通過大家的共識 不是幫他們講話啦 因為 我們也沒有生產石油 對啊 我們要有自己的 是 沒錯 達到2050 我們要對自己有信心 能夠 淨零碳排 你的 欸 能源那一塊是最主要的啦 好啦 我提供幾個 好 這個27 COP 27的時候 他們特別提到 台灣的週火 麥寮電 星達電 就火力發電 火力發電 還有中鋼 林口 火力發電 被點名是全球最張的500個碳排放源 全球最張的500大 我們就佔了幾個 中火 麥寮電 星達電 中鋼 林口電 今年 COP 28 我們台灣政府 又被點名說 減碳 不僅沒有改善 還更退步 所以這個喔 這個 這個能源政策喔 其實 關係到我們整個 這個 2050要達到淨零碳排 最大的 關鍵點 就在南原政策啦 是 如果我們的火力發電 不管是煤或是天然氣 一直沒有辦法減少 我們要達到那樣的目標叫做 圓木求魚啦 那個都是全球500大 碳排最多的500大在我們台灣 那你說我們做得多好 有必要喔 這個我們慢慢來討論 有必要整體檢討我們的能源 尤其是 電 因為電是源頭啦 你產生電才能讓 你用 企業 運轉 讓汽車 你即使全部把它改成電動汽車 不直接排 碳 二氧化碳 但是你用的電如果是火力發電 這些在路上跑的汽車啊 電車啊 用的還是火力的東西啊 火力的能源啊 所以那個源頭我們要好好的來探討 好 今天時間的關係 以後我們再找時間探討 好 等一下我們要去草野協商啦 好 謝謝 謝謝林文 好 謝謝 謝謝林文有請邱泰原 邱文 好 謝謝主席 首先謝謝主席排這個 有COP28 勾引出我們在這個會期 雖然快要結束 但是非常重要 也是將來 不管是 政府各部門要努力的一個方向 我想今天非常有意義 還有感謝各部門的努力 是不是 我看 因為我講的比較跟 健康 但是因為跟環境部還是有關係 我再請薛部長好了 那衛福部是 座市長來齁 來聽 我們一起來分享一下好不好 有請行政單位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看下一張 因為時間的關係 好 我們看這一張來講 大概我會比較focus在健康 是 health risk 這個部分 crimal change 跟risk 這部分 那當然我們在2003年世界醫生 世界醫生 擁有1100個醫師世界上 其實它的發動力量是很夠的 分佈在讀費 當然也很多在偏鄉地區 在服務 那其實在2003年的一個宣言 尤其是針對一個基層醫療 primary health care 他當然講他的針對 當然不只climate change 當然 現在慢性病越來越多 流行病 的risk也一直承受 人類在承受 環境的變化 衝擊 那個氣候的變遷 對健康的影響 還有抗生素 抗生素的一個resistance 抗藥性 等等的 都是在come in years 未來 很重要的 那他有特別強調 當然primary health care 集成醫療的action 是非常重要的 鎖住第一線 來防治 來建立整個韌性的一個醫療 防疫 健康體系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加上 Corp 右邊這邊是Corp 的主席 我們都知道這個碳排 空氣污染 大概都是對健康非常的有影響 那 我最 我很敬佩我一個 學生 現在是大臨慈濟醫院的副院長 李明蘭多年來 其實他已經奮鬥很久了 也算是台灣之光 常常世界上相關的議程都會請他過去 那我最近也開始跟他密切的 來了解他來做什麼 那希望把他推展到醫療體系 那我想這個部分 先跟兩位首長先說明一下 再看下一張好了 因為我的問題可能在後面 那 剛好也是我們每一年 世界醫師會跟台灣醫師會 都會在台灣辦理一個國際研討會 那不管是外交部 或者是衛福部都很熱烈的來辭成 每一年都相關的都很重要的主題 今年的主題是 全球健康安全與醫療照護體系 其實我們請的兩個重量級的世界 這個總統都有接見 這個女生是世界醫師會會長 這男生是理事會主席 是韓國韓國 他們不愛我同都把最近一年的 我們在十二月半 所以都會把今年 今年度大概世界醫師會在全世界各國 在演講的主題 最重要的鐵來咱家 因為兩個主題 不愛我同都在講 climate change 跟健康的關係 而且講得非常精彩 我們國內的嚴陰者 在這方面 還是在防疫以後 怎麼樣建立一個韌性 所以他們稍微好像前進一點點 我們要趕快接上這個進度 所以今天的 我覺得今天會議很重要 我們今天會議應該要有一些 未來希望呼籲政府 或者是全民間 各種NEO 甚至EJ 我們怎麼樣來做 我想這個部分環境部跟 拜託環境部跟那個衛福部 能夠擔任起這個領導的責任 不要到下一次COPE 29 又要再討論一次 中間就是按照我們原來的規劃 計畫 一直在進行 這樣可能 我整個review起來 可能跟不上時代 那我們看下一張影響 那氣候當然變遷會造成這個 我想我們用眼睛看比較快 造成區域的差跡 也大疾病的形態 還有不要忘記 心理健康跟社會心理 這個部分 一直在過去我們裡面 我們在檢討 我也希望衛福部 以後再注意到這個部分 改變對MENTA Psychosocial方面的問題 對老人家的衝擊 我想這不遠而易 多的是 更有健康很多 健康上的問題 請來加上 那 我這張是希望提出來 我要請衛福部 這是在我們這次的 國際研討會裡面 大概大致上 我覺得我們 他是用醫師 因為是世界醫師會 大概有幾個工作可以這樣做 我請那個 衛福部我能夠帶回去 去看看檢討這些 將來 可不可以 未來怎麼樣 我們來配合這樣一個趨勢 我們衛福部可以做哪些事情 已經在做哪些事情了 或者在做哪些事情 我想這個非常重要 讓醫療體系趕快來結上 而不是只有在醫療體系 還在盤查 還在限於盤查 探盤查的階段 看起來這樣對不到時代 所以拜託我們 好不好 次長可以嗎 好可以 我是希望 因為這個月期 現在十二月 你一個月 我們可以拿一個報告 讓我們衛環嗎 好 讓我們展開 為了這一屆的ending 跟下一屆 像我們黃西方委員這樣 繼續在自己努力 有方向 好不好 這個大概 最重要當然就是說 還有就是可能要有支援進來 也許今年譬如說 現在已經談預算 大概都沒有這方面有預算 但是明點是不是未來我們 必會要做這些事情 或者是重要的 我們就來編預算 當然包括從前民的先導 專業人員的教育 研究 不要讓這些研究 這些關心的 關心這個climate change的 這些同仁們 花了一、十年的研究 還是被很寂寞的在那邊做 他們過去的努力 也帶領讓台灣自己不至少不要落後 現在我們要給他溫暖 給他支持 然後利用他們過去的經驗 成果 我們繼續來努力 這也是我們 那個吳釗偉 他的應該他的心願 那當然最重要就是有個更 所以這個我拜託那個 衛生部 當然我也希望 我過去在這裡也是 部會也都不是說 你負責什麼 都彼此有關係 像我們過去衛生部 勞動部 也有很多合作的 我們 我相信環境部跟 如果在健康跟 climate change裡面 也有很多合作的平台 是 邱文報告 那所以我想他對這個部分很了解 我也想 我也拜託 環境部可以帶回去看看這些問題 可以從你那邊怎麼來幫忙 好我們看下一張 好那有一些建議 我當然是也在這邊 那個 因為要兩個部來幫忙 所以其實我的問題是 WMA有很多的建議 那目前 因為我只要focus在醫療 健康 所以我想這整個環境的變化所影響的 當然很多很多 各部會都有 那針對WMA的建議 目前政府落實哪些 未來要做哪些 也在這一次 的一個 大概一個月給我們一個 看 做多少算多少 未來有什麼 構想 好嗎 看下一張 因為現在台灣的行動 缺乏氣候變成可能造成其他問題 都沒有把健康問題 納入在氣候變成行動的核心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希望未來 衛生部跟環境部在規劃的時候 能把 那個 造成的健康 何況這一次你看 全部國家 簽最多國家簽 最多國家簽的先年 就是 環境改變和健康 是 沒錯 對不對 那個部長帶這去 沒錯沒錯 跟部長出去訪查一定很累 他這種 魔鬼 他非常有精神 我想 但是 我想也會收穫很多 一定帶很多那邊開會 以後會對國家 對台灣會有很大的貢獻 那 也感謝那個 在上禮拜 上禮拜 我們到 澎湖 也去考察了一些澎湖 相關環境 那 那 部長親自帶隊 他以一個澎湖長大的 小孩 有如此一次的成就 但是還是很了解到 地方的 需求 那給我們很多 環境部未來 要做的事情 給我們收穫很多 感謝部會裡面的同仁來參與 我覺得那個對澎湖的發展也是很重要 在這邊特別感謝 謝謝 來看現在還有沒有 沒有 好 我剛剛提的這些 就請那個次長 一句話 我們報告 因為接下來我們就要 下一 未來我們國家怎麼做 醫界怎麼做 我們就要來服役 先副長這邊也幫忙一下 好 謝謝邱委員 特別謝謝 吳釗瑋 今天排的這樣子 很有意義的一個 大家討論 好 感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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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請黃秀芳黃委員 謝謝主席 我們請部長 有請部長 黃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我今天先幾個議題 跟民眾可能比較有切身關係 就是我們在近零轉型的政策當中 那也一直鼓勵我們的民眾要去 這個最切身的就是說 可能由原本的這個機車 燃油機車改為電動機車嘛 是 那其實我看到這幾年的這個電動機車的這個 市佔比率 其實好像也沒有特別的好 那我不知道說原因到底是什麼 那有很多民眾 他原本要買新的機車的時候 其實他有的不會去 第一時間不會想說 要去買電動機車 那你們要怎麼跟這個環境部跟經濟部 是不是有什麼樣的這個配套 可以鼓勵民眾去購買這個電動機車 那一方面 這個也是我們的政策嘛對不對 是 那像這樣子的話 你們要怎麼樣讓這個電動機車的這個 市售的這個比例能夠提升 剛剛黃委員的確提到 過去三年事實上我們有推動太舊換新 但是那時候的確沒有把它列為說 換新是應該換電動車 那民眾都還是去選擇燃油的 因為他價格比較便宜 不過我們現在已經在第二期在推動 已經有改變做法 我們除了鼓勵民眾太舊換新之外 事實上這個新是電動機車為主 那同時增加一個增量抵換 換句話說 我想這個事業開發單位 假如他們包括有一些鹽區要增設 他有一些污染排放鹽 他可以給民眾誘因去轉換為電動車 那就可以有那個 其實有幾項原因 第一個可能比較貴 這個也是原因之一 那再來就是說電池的交換站 其實不是那麼便利 這個也是原因之一 所以我不知道說 像可能在市區還比較方便 如果說比較鄉下的話 他根本都沒有這個電池的交換站 那像這樣子的話你們要怎麼去鼓勵 譬如說一些可能在公務單位的外面 譬如說在公所外面 可以有這樣的一個電池的交換站 那也許對民眾會不會覺得說我這個也比較便利 那我也願意來換這個電動機車 是給黃委員報告 我們在前瞻第四期的計畫 馬上要推動的 就是鼓勵各縣市包括鄉鎮 去增設 這個充電樁了 有將近五點多億的一個預算 所以未來再推動這一塊 我相信效果就會更明顯了 對 那這個infostructure 基礎建設充電不便 事實上民眾換成電動車的意願就不高 那前瞻第四期 環境部這一部分的 這個工作就是來充實這個基礎的設施 那現在已經有八個縣市 提出來補助了 那有會增加將近有四百多處的公油廠義的改善電力 那經濟部這一部分就是其他 廠義以及機器的補助 所以我們跟經濟部是有一個搭配的做法 那今天經濟部也在這邊 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說你們在鼓勵 除了電動機車之外 那電動巴士 那電動巴士其實有很多 我們是希望鼓勵是台產的電動巴士 而不是從國外 可能是從中國這邊 中國製的 然後進來台灣再組合 那你們也做補助 所以我是是不是可以要求 就是說如果要補助的話 你們還是要以台產的為主 這部分也是跟經濟部合作 那環境部 跟交通部抱歉 跟交通部合作 那環境部這部分是基礎設施 充電樁 以及營運的部分 我們不再補助買這個車輛的部分 所以那部分 車輛部分可能要請交通部來 這個處理 那環境部這部分就是 這個充電樁 在公有地的地方 增設充電樁 以及鼓勵 各縣市開設更多 利用電動公車 來做營運 那營運增加多少人 我們就會給它補助 是鼓勵營 而不是在補助設備 這個是我們精進的做法 好 其實我覺得 現在在各縣市的這個電動巴士 其實可以減少這個污染源 我們也可以感受得到 因為以往這個巴士 如果在啟動的時候 一定會有一股這個油煙 這個油味 所以我覺得說 漸漸的這種味道是減少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政府的一個方向 那我也希望就是說 未來不論是電動機車也好 或者是電動巴士 應該是要去推動 那如果說像現在電動機車 不是那麼普及的話 那是不是 剛剛這個部長講的 可能就是電池的這個交換站 或是充電樁 那是鼓勵要去廣設 是 應該是也要廣設 才會有辦法去普及 是 沒錯 好 那接下來我想請教 就是有關這個固體再生燃料的這個事情 在前陣子我們看到就是說 你們有關於這個 就是在108年起 你們有推動這個可燃 可燃的這個廢棄物轉製成固體再生燃料 這個SRF 那我覺得最近也有聽到就是說 有的業者是假SRF的這個名義 然後去行實質的這個焚化爐 那也看到就是說 50%的這個廠商可能沒有 為依核准的這個計畫書去操作 那我想請教部長 像類似這樣子的話 是你們 是你們整個 源頭就有問題 還是說這些業者 他只是用這個名義 然後實際上是真的 他就是在做焚化爐嗎 給黃委員報告 的確這一塊我們 非常謝謝包括很多委員的關心 以及媒體的報導 我們也深切去檢討 那的確發現 以往在包括審查 SRF生產製造的這一塊 以往都是書面審查而已 那當然審查的這個工作 不只是做環境部 有些是歸地方政府 因為地方政府他有開設 產業發展延區 那他們在那個園區裡面設置 那那一塊事實上是 縣市政府的權責 不過中央跟地方 本來就一體了 所以現在環境部已經積極的 包括把生產SRF的規範 以及使用SRF的規範 都做一些修正正在進行當中 所以以前只有書審而已 那你現在應該要實際到現場去看 他是不是有這樣的技術 沒錯 未來我們會有三個步驟 除了書審 接下來市營運也要看 那接下來在營運當中 還要隨時去監督 我們希望把它更具體的落實 也來監測 看看到底這些廠商有沒有按照 既定的計畫書規範來做 我相信未來是可以做很大的改善 那同事跟委員報告 以往我們是把SRF只有一個標準 那原因是我們是 以品質管制的角度來看 那歐洲他們是以產品的角度 所以它產品有分等級 那目前環境部在規劃的方向 也是要朝著去分級的方向 所以我相信只要給環境部一段時間 我覺得SRF這塊應該是可以更精進更落實 是好 我們是希望說真的能夠落實 而不是假這個民意 然後去行這個分號的事實 我們發現了 我們發現這個問題了 會積極改進 好謝謝 好謝謝黃委員 好謝謝 謝謝 有請陳焦華全委員 謝謝主席請部長 有請部長 他不是10點沒有離開了嗎 阿偉 好陳文好 部長好 部長我們知道 MeToo事件之後呢 本席也有針對環保署 前環保署的這個 督察總隊 李隊長的這個部分有提出這個要求 我們要調查嘛 那調查報告完成了嗎 不但完成 也經過考基會 開會通過 那行政程序我已經批了 我們大概在最近應該會對外去 前天請任秘書長說院長也看過了 都看過了 都看過了 所以就是說 是 那我們環境部要 什麼時候要公佈呢 只要院長批示過 應該就會公佈了 因為我已經有批了 那這個禮拜可以公佈嗎 應該是 可以吧 對 因為這個都公佈了 那就請環境部 聽說是在等部長回來 才是 那就請 我記得我回來我馬上就批了 好 那請 技術公佈 是 謝謝 好那再來本席也關心這個 就是針對山坡地的開發 不當的開發 那這個是82年通過的環評 那現在它有變更 大規模的變更只有被查 雖然是新屬縣政府在處理的 不過當年82年訂稿是環保署 前環保署的這個環評作業 那訂稿 但是到現在訂稿本都沒有上網 那請問什麼時候可以上網呢 本席已經追了很久了 這一點我請我們環保署的劉市長 好 崔委員跟崔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新竹市它有給我們公文說 第一個它手上有一份 那另外一份是因為 地方這種依照山坡辦法 裡面也有提到環境評估報告 但是那個是83年 我們現在在確認那個版本是什麼 因為年代比較久遠 那我們先請他去確認 但是因為我們從內政部 它因為內政部的那個書件系統上 沒有查到那個環評報告書 可是當年在環保署審的應該環保署有吧 對我們現在就是在確認那個報告 因為它還有提到83年那個版本 所以我們現在確認 請新竹市長先確認 那如果有好幾個版本 我們也希望都能夠上 對趕快確認 我們把它核對一下 那可不可以禁述 我們跟內政部就要談這些文件 把它核對 因為畢竟是30年前的檔案 所以要確認 那本席也去地檢署告發了 了解 所以也希望這個公文書能夠 禁述來出現 不要失蹤那麼久 謝謝 那再來 我們來針對那個 好 部長 就是說我們也在杜拜一起關心這個 氣候變遷 COP28 是 那現在我們到 杜拜也看到這個 這個化石燃料的這個使用 整個杜拜幾乎每天都是 PM2.5都超過150 那部長 現在就是說 我們國內 我也看到 我們的空屋的抵換 那這個本席因為已經關心 非常非常久 十幾年了 那也看到環保署 要去用環保金爐 離島減換 舊車換新 要來 讓新的開發案可以抵換 那我要請問部長 這個有經過公正單位的 這個抵換的機制就是怎麼換 還有呢 譬如說台北的這個 移動污染源 台北的金爐抵換 可以用在高雄的這個開發 可以嗎 我們這個都有審慎的去評估過了嗎 部長 這一點我可不可以請我們 好 先有 蔡市長來回覆一下 市長 好不好 比較細節的部分 好 謝謝委員 跟委員報告 剛剛委員提到了 就是跨縣市的 這個部分是不可以抵換的 一定是在同一個空品區 所以 如果是剛剛委員提到 可是 市長如果同一個空品區也有問題啊 市長也非常清楚 比如說工業區一直在增量 然後在偏鄉減量 然後你沒有做這個 流行病學調查 或者是健康風險評估的時候 你會讓工業區附近的民眾的這個 風險會更高啊 這個是很可怕的啊 不是嗎 跟委員報告 其實空氣是流來流去的 所以 整個 我們現在研究的情形是整個 流來流去 可是那個 整個 整個氣流如果 都 都停滯 不流動的時候 那個 污染量是很 很可怕的啊 那你不能說流來流去 好像就 同一個空品區 就可以去抵換 這是不對的 不是嗎 跟委員報告 這個其實是研究出來的情形 在一個空品區裡面 去做抵換 那這個部分 會得到最好的一個 減量跟改善的效果 我不 不能夠去 相信這個部分 然後請部長好不好 部長 部長我要請你了解這個部分是蠻嚴重 那 是不是可以給本席這個 確認 是不是有公正單位 去確認這樣子的抵換 是不會影響國人健康的 那你們要施行 是不是可以暫緩呢 我覺得這個是有必要 因為 兼顧到空氣 品質的控制 以及 地區產業的一個發展 但是國人健康 比產業發展 還要不如產業發展嗎 可是陳委應該知道 就是說 空氣是流通 就如說我們台灣 每到冬季的時候 空物就特別嚴重 可是那個是境外的啊 又不是我們自己產生的 部長你講這一句 就是表示你是外行 空氣 空氣 冬天空氣不好是境外 你這個真的就是你外行化了 這個部分絕對不是你講的這樣 我在這裡也不攻擊你 我是說 這個部分你要去抵換 你要拿出科學的 公正的 確認 不會危害國人健康 然後你再正式施行 可以嗎 第三 好 那就請市長給本席 你們怎麼去抵換 抵換的這些 細節的方法 細節 我們 再開公聽會 或者是再確認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好 那就謝謝 好 謝謝陳委 好 謝謝 謝謝 請 徐志榮徐委員 先做一個宣告 今日無臨時提案 謝謝 謝謝主席拜託請 薛部長 有請薛部長 有請薛部長 我們剛落幕的這個 科普奧巴 其中今年的會議主題就是 目標就是要盤點巴黎協定要求的那個 盤點 是 工業革命前的那個基準 全球平均升溫控制在 2度C以內 控制氣溫上升幅度在1.5度C 為上限 是 部長您接著我們的減碳速度有達到 雖然我們不是肺炎國有達到我們巴黎協定全球盤點的要求了嗎 目前看起來事實上台灣表現應該是相當的好 特別是包括這一次大會通過的一個結議裡面 再生能源在2030年規劃希望能夠有三倍 那個我大概也有看到您的說明 我們都優移其他國家的9%我們好像都有二十幾%嘛 所以你說的那個三倍不是什麼問題 一樣的三倍 在這個報紙裡面 當然不是結論啦 早上講的就是倡議 倡議這個核能新方向 是 美路等二十多個呼籲全球核電產能在2050年提高三倍嘛 當然部長您也有回應了 這個標題是說核廢料不解決 核能就是假議題啦 您講的三個那個 那個理由 還有核能安全 其實不是核廢料不解決啦 是說核廢料不能解決啦 這是媒體下的這個標題 您那個三點是什麼 安全 安全 是 還有核廢料解決 以及全民共識 就是大家 他這個又幫你寫錯了你知道嗎 他這個三點理由他是寫 安全性 核廢料處理 以及核廢存放地點的共識 那個可能寫錯 所以我一直看這個第三點就是 就是包含在第二點嘛 是是是 沒錯 您講的是 比較正確啦 還是要全民的共識 是 我相信啦 那全民應該會有共識啦 在那個前提之下 是 那不僅又讓我想到說 我們現在政府的政策不是在講 2025非核家園 給習文報告喔 2025 即使我們沒有談到核廢家園 本身我們也 也就是 就是沒有核廢電廠的 因為 現在核廢核三到2025 本來也就是要Face out 就是 就是要主義了 意思就是說 2025 到2025 我們核能發電都歸零了 當然歸零了 因為現在你要再重新啟動也來不及了 研議呢 因為時間也過了 研議的時間 他有一定的程序 所以已經也過了嘛 那重點來了 是不是要經濟部的長官回答 那到時候我們的電過嗎 曾次長官回答 我們的那個 本來我們的趴數是 天然氣50嘛 火力30嘛 力能20嘛 早上聽了一下好像 才10%左右是不是 哪一個 再生能源 對對對 沒有不會 再生能源是今年就超過10% 對 那我們目標是要20是不是 我們到2026年 2026年就可以達到20% 就可以達到20% 是的 這樣可以完全 期待 那個 核能發電廠 核能現在 統統停掉嗎 只有8%而已 核能去年8% 今年大概是5% 那它原來的狀況就是 核123大概400億度 簡單的講 2025年 核能發電 2025的 12月底 也不是說1月初 簡單講是 應該講年末 好 2025年的年底 核能發電通通要停掉 然後我們台灣的電力 不會不夠 那個 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 核3的2號機除役的時間 是2025年的5月 不是年底 是5月就會除役 不是 我是說最慢 好 那它的狀況是 現在的狀況就是 整個供電的狀況 我們的估計都是足夠的 我們現在討論最主要是 怎麼樣再加速減碳 所以 結論是說 2025 我說年底 你說5月 5月 核3就停掉了 以後 我們不擔心會切電 我們供電是穩定的 是的 沒有問題 是 國人 民生用電 工業用電 都可以確保 是 好 那應該是算很好的 消息 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 那些國家 他又要倡議 說要到2050年 提高核能發電三倍呢 當然就是因為 核能發電是比較 當然 那個 部長的前提之下 安全 什麼 火廢料處理等等 是 核能發電 他一方面便宜 二方面 他可能 碳排 少 是這樣子嗎 跟委員報告 第一個就是 比較高的比例 他們本身都有核工業 就倡議的國家 本身他們有核工業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個件事情就是 這一個事情的倡議 其實是來自於 就是 要在資本市場 取得資金的投注 其實遇到了困難 所以才會有這一個倡議 我想說 這個是 在那個會場上 我們看到報導的現實 好 那話再講回來 雖然 2025非核 核 核電都 都停掉 但是 畢竟 畢竟 核能發電 總比這個火力發電 甚至於 比天然氣發電 更 能夠 減少 碳排 應該是這樣子講 就是說 每一個發電 它的優劣狀況 不一樣 就是就全生命週期來講 一方面便宜 我的意思是說 在部長講的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是不是還 可能 還有 核能發電 因為我們最終的目標 還是要減少碳排 跟委員報告 所以 所以才會 才會說 譬如 我們現在 都在講說 保持開放的態度 當然有關心核能技術發展 什麼榮如何 我記得好像 沈院長好像也這樣講 也不是說 2025就 以後就絕對台灣 沒有核能發電 好像的 他的態度也不是這樣 給習文報告 事實上像美國 現在就積極發展 核融合 因為現有的 大部分在商場的 大部分都是核融合 什麼時候成熟 我們也還不知道 還沒有成熟 那我再跟委員報告一下 美國 原本 原本在發展 叫做小型模組 緩應器 SMR 事實上 他在兩個禮拜以前 也已經 決定要把那個停掉 因為 成本要越高 而且 發電的整個效力 也跟他們預期的事實上是有落差 最後 我有點想要講的是說 那個 商業的國家都國土很寬廣 是 沒錯 他們核廢料處理 沒問題 我知道好像以前 有那個張憲義的事件 其實台電好像也有跟北韓有簽約過 就核廢料處理 甚至跟中國大陸也有 市長你在搖頭是沒有這回事嗎 簽約是沒有簽約這件事 好像文憲上 我是查到資料是有 至少有 我的意思是說 那個美國老大 你就是 那時候就是因為他反對嘛 反對這樣子 所以 就不了了之嘛 那我的意思是說 像台積電 用電量這麼的大 那你美國國土又這麼的大 就是算我們要繼續核能發電的話 我們核廢料沒有辦法處理的話 你美國老大 你又要我們台積電的這個電子產品 我們萬一電不過的話 你總要幫我們 處理這個核廢料 我大概的意思是這樣子 不知道你覺得嗎 跟委員報告 這個假議題 沒有以後 我們沒有活動發電的事情 所以沒有核廢料 這一題是這樣子 就是說高階核廢料 最終處置這個事情 跨國處理到現在 國際公約是不同意這件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事情 剛才提到就是說 跟其他國家就是 核廢料的減容處理 那一個事情 應該是在上上屆 應該是法國的部分 但是他最後 預算是在立法院裡面 被刪除了 我想大概是這兩件事 總共預計 2025非核家園 電力可以不用擔心 這個我們聽起來 大家就很安心了 最後一次的委員會 所以我也不希望副總統 或選人等一下站起來了 我也很對不起他了 好 謝謝部長 謝謝市長 謝謝主席 謝謝委員 謝謝 請張維美 張維美 張維美 謝謝主席 請環環境部 薛部 還有衛福部 還有衛福部 有請行政單位 謝謝 好 張維好 謝謝 剛剛落入聯合國 第28 COP28 首度將健康 納入討論議程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 因為氣候變遷 導致空污 高溫 以及疾病的傳播加劇 那每年有1.9億人的生命健康 安全受到衝擊 呼籲各國來加速 加強醫療體系的這個 應對資源 資源就是說投入經費 那本次大會 有124個國家簽署氣候與健康宣言 政府還有開放銀行 還有慈善機構等等 共同承諾投資 投入10億美金 來對抗氣候變遷帶來的健康危機 其中全球基金提供3億美元 陸科菲勒基金也打算投入1億美元 還有主辦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還有這個蘇家慈善機構 預計投入7.7億 就是總共剛剛講10億美金 用於因升溫惡化的熱帶疾病 那個阿拉伯大公國內比較熱嘛 所以他要投入這個升溫惡化帶來的熱帶疾病 那我們回頭來檢視我們國內 這幾年來台灣高溫report紀錄 隨之而來的熱傷害還有高溫疾病 越來越多 第一線醫師反應 氣候變遷導致疾病傳染 途徑增加 在原本 原本是以前南部盛行的登革熱 這個已逐漸到全台地區 而且出現了2萬個這個病例 有史以來最多的病例 那台灣民眾也深受空氣污染威脅 必須我們必須強化公衛體系的資源 所以首先來請教環境部長 在這個明年開增探費對不對 那開增探費使用在哪方面 哪些面向上 氣候變遷醫院法裡面有奴列13項 我非常支持剛剛張偉音影片裡面有提到 事實上利用探費也來支持整個健康 有嗎?我們的有嗎?國內的有支持健康公共衛生體系嗎? 相關的一個 有沒有?這些開增探費之後有沒有? 調試方面的用途是可以 但是我們再來仔細研究一下 我個人覺得 假如探費其中可以用在跟健康相關的 或者利用環境部其中的基金 事實上是可以 目前沒有對不對? 跟委員報告目前是用於溫室氣體減量 還有氣候變遷調試 所以沒有公共衛生嘛 醫療公共衛生 這個探費沒有放在那邊 如果沒有就跟行政院爭取啊 就是沒有嘛對不對? 我們來爭取看看未來有沒有可能把它納入 所以就是要爭取 因為呢我覺得我們 我們跟國際離得很遠 並沒有把健康 這個綠色健康醫療放進去 所以呢探費沒有放在醫療公共衛生上面 所以請跟行政院爭取 然後呢我再提醒 本次大會呢 氣候與健康宣言 這是本次的大會 那這個我提醒 那另外一個我關心的面向就是 醫療產業減碳的議題 我們在去年3月公佈的台灣2050年 近年碳排路徑以及策略的總說明 剛剛部長講到 其實裡面講到 12項關鍵戰略中 絲毫未見綠色醫療 所以八個組織部會中 衛福部的角色是真空的 12個項目關鍵戰略沒有見到綠色醫療 所以衛福部所以次長我今天 今天只有請衛福部出席對不對 就我邀請你下來 所以我要問衛福部 那衛福部薛部長有提到說 對於靜林碳排更直言說 上一次我們問他的時候他說 非超支在我的因素太多了 你說綠色醫療 你衛福部的角色說 非超支在我的這個因素太多 那站在醫療的綠色醫療關口上 衛福部明年度只編列多少 你知道嗎2000萬以倍 1965萬 所以這個65萬的預算 辦理是嗎 減碳教育 所以那在醫療還沒 減碳轉型之前 既然好像代替了教育部 在教育做減碳教育 你是教育部 在做減碳教育轉型 所以請問次長 在辦理減碳教育後 你把1965萬再辦減碳教育 在教育之後 醫療產業在靜林路上 能夠得到什麼的協助呢 公委員報告一下 這裡面的教育其實應該是 包含所謂的教育輔導 教育什麼 教育以及輔導 對啦就是代替教育部的事情 在教育嘛 你並沒有爭取來做 這個公共衛生的防治啊 也不只是這樣 綠色公共衛生 也不只是這樣 我們對於說醫院的時候 他應該要怎麼做 才對這裡面的減碳 教育怎麼做 對 對 他第一個觀念要改變 那這樣子他第一個就是 第一個他成本降低嘛 第二個的話 那他本身的對這個 裡面的減碳 的確是環境是有貢獻的 那第一個就是說 這裡面的輔導 要讓他知道 那尤其是他醫院裡面 他哪些地方是他可以著手的 那這裡面是基本上是有做一些的盤點的事項 那經由我們請人 然後到醫院裡面進行這輔導的時候 那這方面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 那當然部長所提到的有很多的地方 不見得一下子就能夠做得到的地方 那當然是包含我們的上下游採購 然後整個涉及到社會產業的這部分層面的部分 那這部分的話 需要我們另外在後面 後續 跨部會的 對 另外再需要其他 不管還 當然也包含跨部會 那逐步的往這方面來推動 所以我建議衛福部 你知道在2030前子呢 我們 我們有多少預算嗎 在近零攤牌的預算 9000億啊 所以衛福部應該要去爭取啊 做綠色醫療啊 對沒有錯 那這部分的確是要讓我們 不能像部長說的說 這個不可 非可操支的因素太多 不能這樣講 應該是我們要主動involve進去啊 是循序漸進嘛 我們能做的 我們趕快先做 我們不能做的 那跨部會 我們一起來看看是怎麼樣 逐步的來推動 好 社長我要提醒你 為什麼 因為醫療減碳方式太多了 我舉個例子 我曾舉例子說 噴一罐氣喘的噴劑呢 這個碳排量 大概等於 汽車跑300公里 做改成粉狀 粉狀的話 馬上降到4公里 馬上 這個汽車跑4公里的 這個排放量就夠 所以呢 這個醫療跟藥物的減量 其實是非常是大有可為 所以我們應該花很多時間 我們要來重視這個 所以這個衛福部 環保部呢 都是在政策面向 要給予醫療院所足夠的誘因 誘因 就是說告訴他們 這樣做 能夠帶來 大家好 對不對 要自主管理 對不對 一方面讓他知道 那一方面如果這部分可以的話 那盡量提供他誘因 往這方面來走 請問你將來 這個醫院如何進行碳排查 碳盤查 我們會委託 或委託相關的團體 然後逐漸進去 來協助他 來做這方面的盤查 那這個 我知道你有提到這個 淨零碳排的指引 對不對 但是沒有講到那個時間 那個期程吧 要多久內 我們先了解了之後 再做排程 因為這剛開始 現在要再進行的時候 先了解這樣排這排程 比較務實 有沒有預計 大概多久內有多到家醫院 要達到碳排 碳排查 碳盤查 因為呢 要再從醫學中心開始啊 等等 我們先輔導10家 然後看看他裡面的情形 數字 大概是先從醫學中心開始嘛 對不對 對 從比較大的這個醫院開始 好 所以呢 表示我們衛福部 有注意到 那這個COP28 在12月落幕嘛 對不對 12月落幕 本次會議六大宣言中 健康議題就佔了兩項 氣候與健康宣言 我講議題了齁 還有氣候健康資金 象徵著健康在氣候變化討論中 從過去的配角 要升為氣候行動的核心 所以期許我的政府 我們的政府 可以從綠色醫療 和極端氣候下的健康威脅 兩個面向來著手 建立呢 對氣候邊緣 具有高度韌性的醫療衛生系統 醫療韌性是什麼呢 就因應對策 要建立高度的醫療韌性的對策 來建立醫療衛生系統 在為我們國內的今後呢 創造更大的生活福祉 兩位部長部長次長對嗎 對 對 謝謝 請關心綠色醫療 是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張偉 下一位吳欣穎委員 謝謝有請部長 還有外交理次長 薛部長跟理次長 部長還是次長 好 吳昭爾 謝謝兩位 我剛剛其實聽到這個薛部長 有報告就是說 以專業務實跟有貢獻 來報告這次COP的出國 那可是我覺得 我個人感覺是一個mixed picture 然後我覺得是見仁見智啦 比如說像這七年來 台灣的這個探用實用率增加 那自然天然氣也是增加的 那當然以整個經濟的成長 或是總百分比的話 就是說不同的角度 其實看這個東西 會有不同的解答啦 那然後再就是說想 欸我抱著頭影還沒出來 對 然後再想提到就是說 其實我知道外交部這次有安排一些會議 那比如說在 欸下一頁好像William 對 就是說一些會議 那像這裡頭有一些照片是 跟外交部這邊立法院安排的 那有一些是我自己私人的一些會議 那像比如說在 在右上方這位跟Michael Sharon 就是我FB有PO的這個 綠色金融大師 我本來是在藍區跟他見面 可是因為臨時我們沒有辦法 立法委員全部四位都沒辦法進去嘛 所以我就是在外面的這個公共空間 跟他喝杯咖啡 然後把我本來在藍區 想跟他討論的事情 那他之前在聯合國 從開發計畫的UNDP裡頭 是擔任永續金融中心的這個高級顧問 在2016年的19年期間 他也擔任G20的永續金融演奏小組的主席 跟藍區 對 那同時就是說他也 譬如說在2016年的時候 幫中國銀行在英國的證交所發 他們第一個Green Bond等等 他經驗非常的豐富 那他有很多一些這個 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的一些經驗 那然後接下 我有個這個影片跟大家 快速的來分享一下 一些建築物等等的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像這COP的現場 比較明顯的一些建築物等等的 我們就被交代要非常低調 要到大家回台北的時候 才能PO的比較辨識度高的POP地標 在這邊反而用民間的企業或是基金會進來 相對來講算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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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叫做Alpha Ring 它是在Modern California 跟在台北這邊合作的公司 Fusion呢是唯一真的是 Zero Waste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現在講很多綠能的 像SOL2跟Win的話 它事實上還是有一些 Treatment Problems 這個部分還是在研究當中 能不能真的是很大幅的量產的話 還需要一段時間 第二個現場的車子都是電動車 不同的國家呢 也有他們一些各國館 那裡頭還好分藍區跟綠區 藍區的話就是各國領袖跟智庫的人員 可以參加一般在做一些Ped Season Maker 綠區的話呢 會有很多的一些新創 跟綠能相關的產業 不會是一些綠色金偶 很好的一些典範呢 也在這邊跟大家可以分享 OK 好 謝謝 那所以我想展示就是說 其實在台灣的這個外交困境當中呢 是非常艱難的 然後想要解釋下一頁 William麻煩你 就是說其實事實上呢 我其實有被邀請兩場 這所謂的Parliamentary Pavilion 就是週一上午的時候 然後跟週二下午的時候 都有做為雨潭人 可是因為就是沒有 最後拿到藍區的這個證件呢 我也沒有辦法進去 就相當的可惜 那之後呢 其實星期四的時候 因為我們去COP 那COP是星期四剛好休會 所以我就自己跑跨了邊界 去了阿布達比 然後這時候也想跟兩位分享 就是說其實我是被邀請 也是去做雨潭人 那這次有辦法進去 因為我是用民間的民意進去的 這是國際智庫 Mirken研究院 然後中間這一位是Milken Mike Milken本人 然後呢 這是他這個第五屆的中東 以及非洲的國家開封會 關心是未來再生能源 用金融帶動產業轉型 那Milken的專注呢 是四個主軸 教育 健康 就是entrepreneurship 就是新創企業 還有金融的部分 那同時我要 再次前一頁 這個前一頁 對謝謝 那我要提到就是說 其實這次過去阿布達比邊界的時候 你也發現到說 阿布達比現在是有全世界最大的 太陽能板的面積 它是跟中國做合作的 那這也代表就是說 石油的國家 它可以重新再做能源轉型 它本身就有油 同時它現在空間大 太陽多 風也多 它其實要整個做這個轉型 是非常有利基點的 那這也呼應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台灣必須要勇敢面對 就是說如果真的我們要變成一個 能源堅韌的國家的話 我們其實選擇是不多的 因為我們是一個小島國 然後我們也沒有很多的天然的資源 不像中東的話 連這次我們私下 跟一些歐洲的國家的議員交流的話 像盧森堡 他們覺得他們不支持核能 可是他們是跟邊界的比利時買核能啊 對不對 那這些國家邊界 他們雖然不支持核能 不簽署這些合約 不代表說他們沒有在用核能的電 可是台灣就是一個鎖國 我們要在這個情況之下 怎麼樣去突破這個困境 我覺得 我覺得 不考慮啟動核能的話 是 不務實的 好 那再來就是想要分享 就是說 我們實際上面對外交的困境 那這個是我從這個 CSIS一個智庫 它2020年的報告 後面的這個截圖 就是這列出所有現在 台灣撤出聯合國之後 所有的 Observing 或是Full Member 的Membership OK 裡頭呢 重點呢 也有講到說這個ADB 就是中間第二排的下面 到時候可以提供給你們參考 因為對我而言 我覺得我們要更務實地面對台灣的這個外交困境 世界上這麼大 我知道我們常常講說我們有13個邦交國 可是事實上 這13個邦交國所佔的地面面積是全球的0.1% 然後以全球的國家的人口 這250萬人是全世界的0.3人口的面積而已 所以是台灣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要什麼樣的立場 不只是用政府機關 因為這個原因 這次我們四個委員都沒有辦法進藍區的場 對部長自己也沒辦法進去嘛 對不對 那我們要怎麼樣能發揮其他 我看到這些NGO的一些Membership 為什麼我突然講到這個Asian Development Bank呢 就是亞洲開發銀行呢 就接下來想要分享就是說 我個人的看法是 如果今天台灣必須要走到淨零碳排的話 我們的金融產業必須要跟國際接軌 然後呢 我們的所有的官方的金融機構 必須官名一把尺 要才能讓我們跟國際接軌 同時能淨零碳排淨零轉型 我們的金融產業必須要走到國際化 那你可以看就是說 這次像COP 有這個所謂的Loss and Damage Fund 那這Loss and Damage Fund裡頭呢 其實就是所謂的 對我而言是一個叫做 氣候二軌的這個 氣候金融的二軌外交 那比如說這個 像比如說 氣候金融投資 主權基金等等的 這些都是可以互相彼此投資的 不想您先離席 謝謝 對那 比如說這次呢 我有跟這個諾魯 諾魯我們一個邦交國做交流 對不對 諾魯呢 他的國家還比波流更小 我問他說你們現在的這個 淨零的方向是如何 你們現在能源用怎麼樣 他說他們是用Diesel 就用柴油為主 他說我們只要裝兩個區塊 我們島上只要裝兩個區塊的太陽能板 我馬上50%就可以走 Go clean OK 那我說那請問一下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Solar Panel誰幫你裝 他說中國幫他裝的 然後同時他說最近要蓋個碼頭 是中國幫他做的 那我說 諾魯你不是我們台灣的邦交國嗎 那你是邦交國 為什麼這個案子是給這個中國做 他說中國就是Asian Development Bank 去做這個談判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 透過這個ADB亞洲開發銀行 這是我們台灣是Full Membership的 我們在這場仗 這部分打輸的話 我覺得是相當的可惜的 而且要提到說 你看您外交部 現在這個報告上面也有講 就是說 你們外交部的報告 對於COP說 有充分發揮外交的效益 我會覺得是說呢 提供你們參考 像很多國家澳洲 西班牙 義大利跟加拿大 他們的MOFA跟MOE是併在一起的 OK 他的名字叫做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我真的非常的 覺得是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說可以呼應說 我們的外交跟經濟 是不是可以一起並肩作戰 而這樣子的話才不會 讓我們的這個邦交國 像納魯的這個案子 用以我們現在有Full Membership的國家 Full Membership的組織 ADB反而被中國把這個案子 可以讓我簡單回答一下嗎 ADB的案子它是透過招標由廠商 所以是中國廠商得標 不是中國去協助懦弱 那中國廠商為什麼會得標 事實上這邊也講到Cathy 其實中國廠商它在全世界各地 都用低價的方式去競標 那它背後有大量的政府或其他的補貼 所以很多的國家都在抱怨說 這些投標機制可能要做修改 所以只是跟委員補充 ADB台灣當然會非常積極的運用 我們是一個Full Membership的身份 來充分的發揮 我們也用很多機制來鼓勵我們的業者 去參加ADB的標案 那只是說在剛才您提到這個 特定的標案上面 最終是中國的企業得標 ADB是甲方它來招標 然後得標的企業是中國 不是中國在協助弄 我現在只是跟外交部 跟我們行政單位是講說 要作戰的時候 尤其我們這麼多委員出現 我們應該是走大門走正路的 OK 我知道我們台灣的外交處境 是非常有困境的 我們都希望所有人都可以走大門走正路 我覺得我很對不起納稅人 我覺得我沒有發揮到 我們該發揮到的效應 如果真的要做就是立院的外交的話 我們等立法院的院長 請這些國際的人員來就好了 舉例講 好幾個我遇到這些 跟我們過來吃飯找飯的人 他們的牌子都寫著 Party Overflow 我還知道我牌上也寫著 Party Overflow 這是什麼意思 Party不是開Party的Party 那Party是一個團體 那些委員告訴我是說 是不能發言的委員 才跟我們來吃飯 來吃早飯 在飯店外面跟我們吃早飯的 那如果說是立法院的外交就可以了 這個情況在Top28 以前一直存在 我們會持續跟立法院一起來努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一次有一些特殊狀況 我相信我也很清楚 有Full Membership 剛剛那些組織 我們應該積極的把相關的窗口 不管是經濟部財政部或什麼的 相關剛剛那些Full Member的組織的 坐上對口來發揮真正的功能 當然 對不對 然後呢 然後一些比較 我們不是正式的會員的 就要走正的路 像這次這些NPO 全部都是簽認成一個中國的啊 對不對 那我們用這些政見進去的話 我們非常感謝 我們這個 我們立法院在國會外交來協助一起推動 我們當然希望所有人都可以走大門走正路 當時我在現場的時候 但是國際情勢 我們也希望大家一起來配合 我們排被 我們排沒有 我們拿到政見 我們要拿我們之前 你給我們的政見 要進去的時候 當場就有聯合國人在我現場跟我講 我聽到啊 就跟你們講說 You betrayed my trust This is not how it's supposed to be You shouldn't be here 委員其實在委員很清楚 您出發前我們兩次有跟您溝通 今年情況比較特殊一點 那我相信您也知道 特殊的地方是什麼地方 所以我們大家要一起努力 你們要的話 就是要用正當的方式 跟國際上做交流 否則這樣 當然 你會讓所有想幫助我們都很難做的事情 沒錯 謝謝你 然後最後不好意思 我要講的最後一頁就是 不好意思主席 就是那個 關於這個 這個是環境部的部分 環境部的話就是說 我想要 想要追就是說 因為不好意思我之前跟部長是追過 就是這個 十年的這個環境部的這個途徑藍圖 因為其實我之前多次也呼籲就是說 碳費 碳稅 碳抵患的交易 碳交放的平台 這四種到底要 陸續怎麼樣有些配套措施 因為這不只是對產業 還有這個台灣這個金融接軌 金融這個 碳排金融接軌的國際性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很多產業呢 業界都不了解就是說 碳權到底是要不要買 然後要買多少 然後未來這個東西可能成為金融商品 然後呢有沒有一些其他碳定價的這個機制在 那產業要轉型的話 需要很多年的時間 不能一次馬上到位 那如果整個架構沒有提出來的話 這樣子產業很難做一些中長期的規劃 所以想了解說 你們什麼時候可以做出一個十年的路徑圖 上次我跟部長問過 那看看司長這邊有什麼樣的想法 可以給我承諾嗎 什麼時候可以做出來 跟委員報告 我們之前這個有跟也是委員有提到說 我們應該可以在一個 三個月內 在三個月內 因為最主要還是要看政府這一端 我們要做中長期的規劃 我們先在目前是先以碳價 就是這個收碳費為主 那這個三個月內我們做的規劃 確實會依委員的指示 就是這十年內 所以你是說只有三個月能做碳費 沒有沒有沒有 我說三個月內 我們會把十年的路徑圖 跟委員做報告 謝謝你 就是整體的 好這要時間出來 謝謝 謝謝 謝謝吳委員 下一位 陳寅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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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然後現在有請陳寅陳委員 謝謝 謝謝 那因為部長已經離開 那我就先請這個氣候變遷署的蔡署長 有請署長 這次的第28屆全球的氣候變遷高峰會 那環境部有參加 這是這次的參加有是有透過這個非政府組織的幫忙嗎 是跟委員報告我們向來在參與COP的相關的會議都是以我們國內的非政府組織也就是NGO的名義來參加 好那我相信你們這次也有收集不少這個相關的資料回來 是 好那這次的會場是不是區分好 剛剛也有委員提到了這個區分了這個藍區跟綠區嘛 那我想請教一下署長 綠區在官方文宣上是不是有強調就是要開放給原住民團體跟一般民間組織 那希望可以促進原住民團體跟政府的對話 是跟委員報告在主辦國他在會場上面他分為藍區跟綠區 最主要藍區是需要有這個大費許可的報名的證件才能進去 那綠區他通常就會開放給沒有持有這個報名證件 但是可以當地這個去登記啦或者是這樣子一個方式去進去參觀 好那那個署長你接下來可不可以回答一下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但是你在附送回答的時候 沒有特別再提因為我剛剛有強調就是說綠區在官方文宣上 就是有要開放給原住民團體 好我特別因為我是原住民的立法委員 所以我會特別關注這個部分 那我想請教署長你可不可以回答就是以你的理解 為什麼要特別針對原住民團體來開放呢 這個部分的話我沒有特別去了解說 但是因為在藍區事實上也有周邊會議 我沒有要關心藍區的部分 我在這邊要跟你討論綠區 特別開放給原住民團體這個部分 我想因為其實氣候公約他非常重視就是跟原住民 還有跟這個相關的團體的一些對話跟溝通 所以主辦國他或許有這個規劃 但這個部分確實我沒有 因為我今年沒有到現場去參加 我想這個有沒有到現場應該是沒有關係 那我覺得其實在整個氣候變遷下是這樣子 如果署長不清楚也沒關係 那我今天把這樣的觀念特別在這邊 跟署長讓署長了解一下 那也在座的各位也要特別的注意一下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在氣候變遷下最先衝擊的族群 任何國家的政府其實都很清楚的 就是大自然環境最密切的族群其實就是原住民族 那我們因為在這個環境破壞之下呢 整個原住民族的這個生存權發展權 甚至這個土地自然資源的這個權利 都是被嚴重傷害的 所以這個部分特別在這邊提出來 讓署長了解 因為您坐在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 就是氣候變遷署 你是署長 所以這一點我希望從現在開始可以特別注意 因為未來這個部分到時候 我想時間再久一點你會更清楚知道 原住民在這整個氣候變遷的一個扮演的角色 是怎麼樣的被殘害被剝奪 那未來是怎麼樣如何的重要 那另外我想在這個1992年的巴西里約召開的 這個理約環境跟發展宣言的部分 全部27項有規範各國政府環境權利 與責任的基本原則 其中的第22項 揭示了原住民族的傳統習慣與智慧 在環境的永續發展上扮演關鍵的角色 因此呢在各國的政府 都是要肯定並且支持原住民族參與氣候變遷 衝擊一下環境的保護管理跟監測 我想這個概念很重要 那身為氣候變遷署的署長 要請您特別了解這個這個概念 所以我接下來我要請問署長 在未來在您帶領的這個氣候變遷署 各項措施的計畫 是不是應該根據地球憲章的基本原則 鼓勵並支持原住民族運用我們的智慧與生活習慣 來協助你們落實淨零排碳的工作 請問署長你知不支持這樣子的一個方向 是 完全支持 好 謝謝署長 那我接下來要請教就是說 那我可不可以請署長 你們的這個氣候變遷署 可以進一步的加以規劃 好 那針對我剛剛提的這些加以規劃 可以嗎 是 跟委員報告 其實在今年立法院三讀通過 氣候變遷因應法 也很清楚地把原住民 就是我們在擬定氣候變遷各項政策的時候 必須要將原住民的相關的 跟氣候變遷 不管是在減緩跟調適都要納入 好 那所以你們開始規劃了嗎 我們現在在進行的 包括就是 國家氣候變遷行動綱領 還有接下來再進行 調適計劃都會進行 都會納入 對 都會納入 那請問就是 你有很 你有很認真的 把這個原住民族的這個部分 你怎麼樣 已經加入了這樣子的規劃了嗎 這個會隨著 跟委員報告 這會隨著每一項計劃在實施 就是規劃跟提出的旗程的時候 那我們會開始跟 包括跟原住民主管機關 還有相關的團體 那包括這個最重要就是 我們立法院各相關的委員 這邊我們都會開始來進行討論 因為我也沒有接到你們任何的邀約 所以看起來是還沒有開始 對 就跟委員報告 沒有關係 那我剛剛講這個規劃 你需要多少時間來規劃 我們現在因為正在規劃 那是下一期的國家氣候變遷的 就是階段管制目標 還有這個形狀計畫 這個部分我們會把它納入 那另外的話就是在 進行這個氣候變遷調適的 相關的作業 這個是明年會開始啟動 那這部分我們也會進行 明年開始啟動 那等一下 那所以我在問你 你還是沒有回答我問題 你需要多少時間來規劃 好原住民相關的這個 特別是原住民相關的這個部分 你需要多少時間規劃 那跟委員報告 我們在至少三個月內 我們先就這些計畫跟擬定的時候 那需要進行跟這個溝通的一些原則 我們先 請問你這三個月要跟誰溝通 我們先跟這個先你把我們先盤點 依照氣候變遷因應法 需要進行推動我剛剛說明的 這些方案計畫或者是措施 先做一個盤點 然後接下來就是需要跟原住民相關 團體的這個進行跟進行方式 我們來進行討論 那剛剛你有點名 特別點名到就是要跟 各位原住民的這個立法委員來溝通 那我想要請教你是要跟這一屆的立委溝通 還是跟下一屆的原住民立委溝通 我們先進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是三個月 我們先進行要先盤點有哪一些事項 有一些方案措施 那需要來提的 我們先三個月內先盤點出來 那接下來才能進一步去提說 需要溝通的對象 那所以 所以你後面才要盤點溝通的對象 所以你又說你要先跟原住民的立法委員溝通 我真的是有點 聽不太懂 就是說你的意思是 其實剩下這個時間 你也沒有要跟我們溝通的意思 我想這個都是持續都會在溝通 那我們現在因為剛剛委員關心 我們氣候法裡面 因為會包括的就是 減緩跟調適的這些方案跟計畫 那我們先盤點出來 到底接下來有哪一些 所以你說三個月就是很明顯 其實這一屆的原住民立委 你是根本不需要溝通的 其實跟委員幫我們 因為我們的任期就到 就到一月 還沒有 你的三個月 我們裡面的成員可能不一定是一樣 但是我很清楚告訴你 我會繼續在這邊 其實我們在這段期間內 也是一直有跟 就是委員 包括我們在進行氣候法的修法 當時在定定的時候 也都持續有在做溝通 我是沒有太強烈的感覺 就是因為我很擔心 你溝通的對象不對了啦 好那至少我剛剛點出了 原住民的這一塊 看起來署長從第一個回答 並沒有很有概念 所以我在這邊 我鼓勵你好好去研究一下 好那再不然我們即便現在在忙選舉 但是我想我們的任期在這邊 這個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鐘嘛 辦公室還是都有在運作啊 是我們會積極的 對啊你總不會等說要確認 我在這個 我們1月13號確定我有選上之後 才要趕快來溝通 才要開始慢慢規劃吧 跟我們這段期間 其實一直都有跟各個委員在做溝通 是 有嗎 我們辦公室有嗎 這個我們會改善 有嗎 我們會再努力 對啊你不要亂講話啊 就是各個委員 我們辦公室就是沒有 所以我今天特別提出來 所以要請書長特別注意嘛 是 對啊 那你要三個月我很擔心啊 那你如果要溝通 其實你從現在 就可以常常來溝通啊 我八台都開著 是 謝謝 對啊 所以我最後再請教一下 世界銀行去年指出 全球已經有68個國家或區域已經有這個探定價了 那今年會有多少國家有定價 這個都是要依照那個世界銀行跟各國去做的這個趨勢 那在今年出的報告是73個國家或地區 今年會有73個國家跟地區 是 好 那我想是這樣 我們台灣的這個探交易平台的相關法則 不知道現在是進度怎麼樣 那是不是有如你們的預期啦 那我比較好奇的就是說 你什麼時候來完成訂定這樣子 我們現在的時程是 預計就是在最近會先把這個碳費徵收的相關的規劃呢 來做一個預告 那明年的話 明年1月會開始就是針對費率的部分 會進行這個由費率審議會來做討論 那所以什麼時候完成 你有預估的時間嗎 我們現在很清楚就是明年的碳排放都會被寄到這個碳費徵收的範圍 也就是說 明年開始這個碳費徵收就會上路 那你打算一頓大概訂多少錢 這個要由明年的碳費的費率審議會來做討論跟決定 好 所以那個我剛剛前面問的就是說 你預估何時完成訂定 目前你們是沒有切確預期的時間 會在明年的第一季把包括就是碳費的徵收辦法 還有費率審議會這個這個費率的部分來做 明年第一季大概就會做確定 好 那這樣子我我只是提醒齁 我們這個各國的經驗其實看起來應該都是越早實施 好那整個挑戰就會越小 所以我在這邊特別提醒署長 好謝謝委員 好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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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家長 可以ówço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